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星期四的交涉現場 昨天我們有少少買關子 我覺得幾值得說的東西 就是你手上的這塊是甚麼來的 燈腳 就是我們經常見影樓用 或者我經常用 因為我經常喜歡影人要打燈 這支叫燈腳 這支燈腳有甚麼特別呢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集新聞有提過 應該是上個禮拜 就是說烈仙日清 日清出了一支碳纖造的燈腳 它最大賣點就是500多克 500多克的概念就是 它一支是普通這個尺寸的燈腳 反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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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總之這麼上一尺寸的 外面用開鋁的那些大概是一開三 重量 輕很多 變成是輕很多的 就是 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我經常都說我去台灣影女的 那裏 如果我以兩支計算 我帶兩支 輕到兩公斤 很誇張 輕到兩公斤 因為我買東西也買得比較安心 即是要寄倉 我一看到我的目光離不開 為什麼呢 因為玩單車 玩搖控車 玩車的人 一看到太陽簽 就發光了 而且這些藍色的金屬位 其實就是我們的DECAL 譬如說我們玩搖控車 選擇就是這隻藍色 所以整件事很有型 再加上它的尺寸 這些平時以前是銅的金屬色 它又轉了用泰廳的銀色 真是漂亮的 不得了 大小的尺寸一顆出來 整顆都是Sand Blast 其實我覺得它是有銅 正常是銅 我懷疑它轉了用鋁合金 應該是鋁合金 所以它整支腳都可以輕了很多 輕伸很多 而且除了碳簽之外 其實這個開關方法 跟普通用碳簽的意思都一樣 就是一鬆開鬆光 一鎖就鎖了 整支藍色 但你剛才說到斜樓和下樓梯 有另一個特點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這裡有個這樣的 就是它開關用這個鎖 但是大家看到下面這裡有多個鎖 這個鎖就是 我扭鬆它的話 這個可以這樣一隻腳可以上下擺動 當然擺動完就要鎖它 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它 因為你登腳 理論上你一定要 承肢 即是中間位 你一定要垂直 如果不是你歪歪的 你有機會輕輕 插一插就承肢翻 對 因為你上面 你碰著一些重型 這是用途 Victims 但是不一定都存平 對 所以它就有這個方法給你 放那個 這邊低一點 你用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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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o 特別是斜路的話就可以放在市面上 市面有其他品牌 用其他方法去做這個類似效果 例如新增長 但我的經驗就是 其實新增長 你可以想一下 沒錯 新增長了 理論上 當你斜的時候 現在斜斜的時候 新增長了 的確 它會低於這兩點 理論上它都可以做到 維持這道律職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這邊是斜路的時候 這邊新增長 但其實斜路都是向下斜的 所以根本上沒有意思 所以到最後 都是意義不大的 反而現在它用這個方法 它這樣去做其實是更好 反而是它向下降的時候 其實它會更加埋在重心上 所以你真的斜路的話 它會快點到地點 是啊 所以聰明的方法 我都真的 因為以前 譬如說我們用普通反折腳 遇到斜路的時候 我們要另外放一樣東西 來放高高 還要是一些硬碎 特意拿大塊石 砖 這樣 另外 但是 這個換來 有少少 另一個方面的 筆觸 因為它的鎖是這個位置 當你收腳的時候 如果我現在扭緊了它 其實你的腳是不能收到的 是 明白 或者它很用力收 是 即是說如果你要有一個習慣 就是要鬆一點 才收回腳 即這個概念就類似雙倍鎖 那你 itís 你開它的時候 再開到 鎖了中軸之外 鎖了中軸之後 這裡有一個標示 你對上標示 扭緊它 這樣就鎖緊了 明白 大概是這樣用 多了一下 對,據廠方的數據,雖然這支腳是500多克,據廠方的數據,它是可以乘重1.5公斤 1.5公斤的概念就是,我起初都覺得以為是加設機頂燈,頂盡加遮蓋,大一點的遮蓋都頂不住 但我調查數據,原來其他品牌這個尺寸,全裏那些都是負重的,其實它偷輕了,但實際的負重力並沒有偷走 不會說人家重你兩倍,重你三倍,人家的負重又是你三倍,不會這樣,沒有這件事 所以真的單純是在重量出發,穩定性都高,因為它是列仙出,其實列仙大家都明白,它主要是出閃光燈 除了有個同名的出面,它也是出機頂燈,所以其實它出回自己的機頂燈,然後可能你加白遮蓋,或者不會太巨型的曬光罩 其實是完全沒問題的,方便,方便 但是大家要留意多一點,因為它其實最高上到兩米 我上次在戶外特意玩東西,將這個再摺小一點 當然,當它小一點的時候,穩陣程度會差一點,但是其實有時候 你真的高度可能多一點就是多一點,其實可以再高一點點,視乎你的需要 其實如果用得這些反折腳架,當然我不可以說要求它負重的能力很高 但是在我的經驗裏面,如果本身它之中軸是很有的話,而你生長了之後,你又會 例如家姐,或者你會掛電池箱在那裡的時候,那隻軸其實是會傾斜地 但是當這隻中軸是這麼粗,以及有碳纖的時候,我想它就算受力的能力都會高很多 因為它始終是一枝很強化的中軸 但是它本身有一個,這個因為它收起來之後,都很短的 其實它最頂的那條,都不是這麼粗的,以及比較長的,但都很硬正 我覺得,當然你不要在很大風的情況下,做很大把傘下去,這些 如果到時,就算你用鋁的,你要輕,我經常都說,你要輕便和穩定性,是怎樣都要取捨的 不會同時有的,但我覺得它做得輕得利,它起碼有相同尺寸的 如果你是問我,我會立即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其實你分攝很多時候,你會一個拿機,另一個做飛燈 其實這個重量,加上它是一枝碳纖腳來說,它單純作為一枝飛燈的射方,很輕鬆的 其實它完全有用處,因為那些助手,其實你蹬腳上去的時候,通常那隻中軸受力不到,就會開始彎 但這枝是一枝全碳纖的時候,其實你拿出去飛燈,整件事真的很有信心 因為當你離開中軸,重心去到很遠的時候,就很考知軸本身的乘重能力 那碳纖就是它的優勢,單車的碳管都是你整個人在上面那麼重,都是一枝碳管 所以它單純用碳纖,外面保留用鋁,真的完全有想過 應該重的地方就更加重,就是一枝中軸,但旁邊輕的地方就完全偷空 所以就聰明 另外,跟這枝腳就會有一個魔術貼的一條東西 我們研究過怎樣的說明書沒有說 沒有說的做甚麼 當然,這個我剛好就包住這枝腳的 然後我們平時會這樣圍著它,令它不會散開,收藏方便 另外,因為魔術貼的關係,其實當你一枝這麼輕的腳 你上面加燈,加曬光罩之類的,其實是一定會投重美輕的 認真說,就算你說是鋁腳會比較重 其實你上面,因為你上面吃風,其實都一樣會有相同的情況 就是有機會一枝東西吹走的,或者吹飯的 如果它跟著這麼長的魔術貼,其實你是可以很輕易地把它 加 counterweight 對,加其他那些,譬如將你的袋子鋁上去,跟它鋁死了 就不會說成枝那麼容易反 因為這些就一向你,如果將這些輕便的燈腳 就算它不是這枝那麼輕,就算其他大支的,重一點的 其實你在外面上,你都需要做的,這件事 那它又不是在腳身上,無端端多個勾 而是用這個方法給你 因為都可以看到,你中間一枝炭管 它沒有理由無端端轉一件東西給你掛上去 那你一個就是彌補了它,就是負重的時候 將東西掛在哪裏呢,你沒有理由它掛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都是負重的,你要負重掛在中間的位置的時候 那麼它的重心就可以更加成功做得好些 是的,我們現在就掛得不好 而且都不錯,它本身做得那麼長的時候 可能它的意識都是可以讓你鋁幾支在一起 這樣就變得很好用 因為我自己都希望我會擁有兩支 我現在都有兩支,但就類的一些 我剛才說了,我平時去旅行的時候 那兩支腳對我來說都是一個 少許煩惱來的 一來是重,二來是牙偉 那我覺得,你說牙偉這支 收起來之後跟我原本用的兩支差不多 那支兩支反折是差不多的 是的,但是呢,就輕很多 真的輕,我剛才說了 兩支加起來應該都輕到兩公斤 真的差很遠 反而相反,如果你拿你以往那兩支來比較的時候 我對它可以扶重的信心大一點 因為中間這支碳纖充足真的很硬 是的,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這麼正,它有個問題 是的,定價其實都出乎意料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的 就好像一百七十幾美金定價 是的 即是1300至1400至1400 那現在你說的是用一支Monopo來做燈架 是 炭纖Monopo 是 你出去買一支Monopo的 炭纖的 炭纖的 相機的Monopo 是 什麼價錢 是 都要千多元 是的,它現在是鋼級挑戰 是 就告訴你,我要做高級腳架 又要輕,又要再硬正過你 給什麼價錢呢 我覺得用家有兩種的 就是用燈架會拿出室外 其實最主要都是給你旅行用 是 總之你會去外國也好 或者你會去遠一點的地方 是 甚至乎你說在香港我下中環都叫做拿出街 是 可能兩種朋友 一種就是 好像我這樣,沒有車階級的 這些對我來說就很有用 是的 但是當然你說你有車 甚至乎 好像外國人那樣 我直接開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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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 可以用一架車來開工 是 是 那沒理解 他們當然越大越好 其實 是 就是 車子走 又不是你拉 但是 當你要自己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隻腳真的幫到很多 是的 我身邊的傳媒朋友已經在問我 說 這些如果三支加起來 是怎樣的 其實 因為 尤其是做傳媒的 你很多時候都是要 趕快飛兩三支燈 是的 對 那你每一天大小的幾百公斤 相差很遠 但是你三支加起來 不知道幾百公斤 對 加起來已經是 每一天 揹小了三公斤出來 真的相差很遠 我都說了 我現在用毛髮的 貪輕而已 是的 整件事輕 令到我的輕量化 那個能力更加 更加大 是 偷多很多 其實這隻腳可以幫忙 好 好 好 想要 不要愛不適手 是的 尤其是要輕便的 還有可靠的 你不便宜是正常的 但是當你的使用率是這麼高的時候 就值得買 也是 尤其是我剛才說 你經常要拿出去的話 就真的值 你買一支貴的鏡 你不是每次拿出去的 也是 你買一支飛燈的好的鏡 你越少拿出去 因為越貴的鏡 通常那個用途是越窄的 是的 反而就 所以就少些拿出去 是的 我會先試一支 例如本身我已經有飛燈腳架 可能我 如果有些情況之下 你未必飛三支燈 你飛一支 這一支便是膽 我已經在想 買了我的兩支換 快點買又是 是的 跟我的東西一樣 講完就貴了 那些東西 這支腳 好像我所知 我聽到列仙那邊說 應該十一月才到貨 是的 所以不用這麼心急 如果你要買東西 因為中間要用的話 你現在買了就不能用 嘩 真的 真的硬正 很硬正 我放心 你用自己的身體來嘗試 不如試試我勾你一下 看看肚不痛 你知道有多硬正 好 我講沒用的 大家到時都要嘗試 但都要十一元 另外 因為 要感謝列仙方面 這麼早就 願意借自己的腳 給我們試玩 我也想幫他宣傳一下 因為他會跟另一間鏡頭公司 騰龍 就會搞一個討論 因為上個星期 也有朋友 也有觀眾問我 這些討論 去哪裏參加 其實每間公司 都會經常搞不同的討論 是 大家也要留意多些 我這次幫他宣傳 就是 說 列仙 你上他的臉書 就會找到 臉書 會找到 他有一個人像 他會請了一個 日本的人像 攝影師 來香港 講討論 當然是用他們的鏡頭 和他們的燈 去介紹 教大家 怎樣拍照 拍照 拍照 怎樣正 這些 學到東西之餘 最重要的是 我所知 到時 介紹 就會有一些優惠 提供給大家 至於優惠 我就 我沒有記住 我沒有特別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上他們的Facebook 了解一下 好 搜尋列仙 或者聽謊 都可以找到 好 今集到這裡 明天就QA 和大家見面 好